让光照亮你的心扉 陪伴一起走过情绪低谷 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主题四 从焦虑到从容 第六篇 不被遗忘 圣经经文 诗篇十三篇 耶和华啊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酸 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 我的愁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 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致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敌人 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但我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待我 任何情况下 等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当我们的祷告 经过几周 甚至几个月 人不蒙应允时 我们便很容易 觉得上帝已经忘记了我们 或许白天 我们还有其他事物 好分散注意力 但夜晚时 要面对自己的焦虑思绪 却异常困难 忧虑笼罩 慢慢长夜 似乎永无止境 消沉和疲倦 让人仿佛无法 面对新的一天 诗篇的作者 也随着等待 而越发沮丧 他觉得 自己被抛下 敌人似乎正向他 耀武扬威 当我们等候上帝 解决难题 或者等他回应 那一再重复的祷告时 很容易会感到灰心 撒旦在耳边呢喃 上帝已经遗忘我们 事情永远无法改变 我们可能会想要放弃 失去信心 何必要读经或祷告呢 何必花功夫 和其他基督徒 一起敬拜呢 但正是在等候之时 我们更需要 这些属灵的帮助 这些就如救生所 使我们安稳在上帝的爱中 且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 诗人后来找到了秘诀 他把焦点放在上帝 对他的爱 并提醒自己 曾经领受的恩典 且特此赞美 这位从未忘记他的上帝 我们也可以如此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你是我心灵的挚爱 在漫漫长夜里 你对我不离不弃 求你让我信靠你 向你倾心吐意 学习完全倚靠你的应许 从焦虑到从容的小秘诀 在生活中 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 你可以借助日历应用程式 写下需要代办的事项 然后排定优先顺序 建议你专注完成一件事后 再做其他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 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借由与他亲密同行 成为情绪的好管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